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2021年的最后跨年的过程当中是选择报股过年的 台北股市的大涨反映的是全球金融市场的荣景 那么其实从MACI世界指数来讲也是在创历史新高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的是美国股市每股一周瞭望 在我们现场的是安联收益成长基金产品经理胡伟耀 哈喽伟耀 早 早安 好 我们来看这一个金融市场的一个情况 其实美股当然就是带动全球金融市场 往上冲的最重要的原动力 那很多人其实要问的是 今年美股其实涨幅已经相当大了 那么接下来 未来的一年 现在已经不用看2020年了 因为只剩下 美股只剩下最后一个交易日 台股也只剩下最后一个交易日了 重点就是2021年 2021年有全年的展望 那我们也有这一个可能是一月份跟第一季的展望 如何看待 先从全年展望的部分来讲好了 其实我记得上个月节目里面也有稍微提到 就目前这个几个券商这边出的报告来看 他们大致上 大致上对于2021年年底的这个展望预期的那个区间 低一点的 我目前看到比较低的大概差不多在4000左右 最低4000 我目前看到最低的是4050 那4050的话 大概距离现在差不多是8个percent左右 然后高一点的 比方说像是高盛的话 我看到是4300 那大概差不多接近15% 然后更高一点的是这个摩根大通 J.H. Morgan 他大概是在4400 那其实当然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讲区间我们看到就是说 我们会觉得4050到4300 4400这是一个很大的区间 但其实他这个背后 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这个差距呢 其实主要差距就是对于说 对于2022年 对 没有错是2022年年底 对后年年底的企业获利预期会走到哪里 对 现在的预测已经预测到2022年的获利了 应该是说如果我们要预测股价点位的话 因为我们大致上都会拿 我们会拿明年的获利去做本益比的预估 好,所以就是今年年初如果要预测今年年底的话呢 其实是拿明年底的获利来预测今年年底的那个点位数 对不对 就市场要跑赢一年这样子 提前一年 所以现在要预测明年底的这一个这个位置的话 他要参考的是估计后年的获利状况 没有错 就像是我们现在的市场点位 昨天我记得大概在303几左右 3732 对对不起 3732 差中间这个数字 3732 那其实他这个3732这个数字就是 就本身他反映的是2021年底的企业获利 就是我们就像刚才讲的 2020年底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股市点位 他反映的是2021年底的企业获利 那目前市场这个预估 明年年底的企业获利大概range就是有大概168 也有大概170几左右 但以市场比较普遍预估的 大概在169的话 那你这样算下来 等于说目前市场反映的本益比是22倍左右 其实跟先前跟大概11月那时候非常非常那个非常非常狂热的那个数字比起来是有降下来 11月那个时候市场预期的本益比等于市场的预估本益比等于已经跑到大概25倍26倍了 可是这意味着其实是说对于明年底的获利现在是相当的乐观 比11月份所以那个本益比没有那么高 是因为现在所预测明年底的那个获利的情况要比11月预测的还要来的好很多 是 对 其实可以这么说这这其实是有点反映一个就是说获利情况慢慢跟上的这个概念 那所以其实我们回到说刚才这样点位来讲 那目前市场对于2022年底的这个企业获利预期 当然就是说这个range也蛮广的 低一点的大概是在190 嗯 就是说呃从 我们讲2021年是160 2021年是169吧 那2022年大概大概低一点的预估是在190 高一点的预估是在200 那其实呃所以如果我们把如果我们把190 190这个数字继续去乘上现在的本益比例如22倍 或是我们稍微悲观一点点我们觉得说本益比可能稍微下降一点点 大概在差不多21点21.521.3 那这样相乘下来算出来的数字就会是4050 那当然看我们乐观的程度多高 如果我们觉得说呃我觉得2022年底的企业获利它还是能够到200美元 200美元说200美元听起来很高 但其实它反映的这个它反映的企业获利成长大概也差不多是13 14% 那其实跟明年跟2021年其实反映的企业获利成长大概是接近 大概是20几到20几 大概差不多23到29左右 嗯 其实算是稍微其实也算呃 应该是说明年其实比较乐观的是在2021年的这一段 那2022年的这一段大概是差不多获利成长在13左右 嗯 那说如果我们用200乘以22倍的本益比 那就是4400了 OK 所以呢你刚刚讲说说不管是这大型的这些投资银行 他们的这一些未来的展望当中 明年底的点位数 那么从就我们比较长远的用一年来看 从4050然后到4400 这个计算的基础背景是对于2022年到底获利成长有多乐观 不见得是本益比要拉很高 对 因为本益比的话呢 不管是21倍或者是22倍 乃至于是23倍好了 他确实在历史上面来讲稍微的偏高一点点 但还没有到这一个过度的一个情况 所以现在真正乐观的是对获利预期预期非常的好 对可以这么说 其实我们看呃 其实我们看本益比的话 至少目前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这个预估都认为说 呃像今年像今年高一点 真的曾经飙到2526左右 那现在是回到22 那再给大家参考一下是说 大概差不多在今年年初是20 今年年初20 大家就已经觉得很高了 但现在22大家会认为算是一个好像还好的概念 为什么 其实是因为今年的这个资金的这个环境非常的宽松 那我们反过来讲 其实就整体的这个金融市场的这个资金环境来看 2021年联储会目前还没有释放出任何要收钱或是要升息的讯号 不会啦 他不是说2023年之前都不会 对 2023年之前都不会 都不会升息也不会收钱这样 所以其实我觉得说我们去预测未来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本益比这一块算是比较乐 比较稳定的 算是比较稳定的 因为如果我们讲说年初资金环境还没有那么宽松的情况是20倍 然后在今年中间大家特别乐观的时间点到25 然后年底是22的话 那我们如果假设这个资金的环境至少不会恶化 资金环境大概维持的话 那大概差不多到明年年底 到明年年底我觉得本益比 大概差不多21到22之间 我觉得它还是算是一个合理的位置 应该不至于往下掉太多 所以本益比呢 它的变动幅度不会很大 那么股价的波动 就可能会随着美国企业的获利能力而有波动了 没有错 因为真正的变数其实变成了获利能力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明年对于这个股价预期的变数最大的这个关键点 在于说企业获利是否有办法如大家所预期的真的跟上来 到了对资金环境的部分我们并没有太 并没有 没有不需要调整 对就是说 对对对 因为联准会很难得用大白话文告诉他的货币政策呢 到2023年之前是不会什么太大变动的 是那其实当然像是说 当然我自己我自己也有思考一下说 如果我们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乐观的这个观点稍微往下降一点 目前我看到市场上面市场平均的预期大概190几出头 我们稍微降一点大概降到185 然后本益比大概还是维持在21.321.5倍的话 那其实点位大概就会变成在 如果我们本益比降到21倍 然后大概获利是185倍 那点位的话大概会在3882左右 我昨天按计算机稍微算过的 所以就变成说3882距离现在的这个 位置就不多差距不大了 差距不大大概还是有个4% 大概还是有个4%左右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变成是一个 就是说我们大概心里去掌握说 明年年底距离现在会有多少 还有就是说 因为投资大家最怕还是赔钱嘛 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看很短 我们稍微看长一点的话 我们至少一个观点是说 以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底之间 我们赔钱的我们赔钱的几率有多大 就那个风险有多大 对就是说我觉得至少目前来看 这个赔钱的这个几率相对来讲 并没有说那么那么的高 所以一边是预期风险 一边是预期获利 对 在预期风险相对偏低 而预期获利它的这个相对偏高的情况之下 这就是属于在投资上面 可以稍微的大胆一点的地方 那但是问题来了就是 我们虽然讲的是一年的目标 可是它还是会有 比如说一月的行情如何 当然 然后第一季的行情如何 究竟未来如果假设是用比较保守的 你刚刚讲的就是 呃这个外资的预测4050的话 那么这8%它也不会就很快的就涨上去 也不会一路的一帆风顺 这个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那么是如何的来看待 尤其是一月行情 没有错 因为如果我们看永远都只看一整年的话 那可能 那可能 那可能我们这个节目的频率 你就一年来一次 就变成说年底12月31号的时候 跟所有的朋友这样打声招呼 然后讲说我们对于明年点位的预期 然后就可以很刺激的一年以后来看 说我们到底准还是不准 好烂 对 音乐行情 对 首先 呃其实当然我觉得要讲到月 讲到月还是有点难度 但我们就寄 我们就寄来看的话 目前我们看 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 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预估是说 大概差不多在 大概差不多在Q1 应该是 应该是有机会到差不多 3000 3800到3900左右 就刚刚所提的4到5% 对 如果以现在的点位来看 对 然后在 然后在Q2的话 应该Q2的话 目前我看到应该是 呃目前我看到一般的预估 大概是有机会在4000上下 但其实我觉得比起这个 呃那其实在 那其实在 呃先这样讲好了 在季的部分 为什么会觉得说 一开上 因为 看起来上半年 上半年听起来相对比较好 其实比 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说 因为今年企业获利比较弱的部分 大概就是差不多在第二季左右 所以就成长速度来开的话 明年上半年的成长一定会很明显 对因为机器效应的关系 机器比较低 因为机器比较低的关系 所以在今年上半年 其实我们呃应该说明年大部分 明年的涨幅 我们觉得说比较合理的预估 会有比较 会有比较多的一部分可能 就是说上半年的比例可能会比下半年高 所以明年乐观 但是呢 上半年 优于下半年 对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欢迎大家回到酒吧新闻台 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 安联收益成长基金 产品经理 胡伟耀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我们刚刚在广告期间 聊起了鸡汤 对不起 我们现在回头 好 来 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收看直播 刚刚提到的是 明年 其实大部分的投资银行 其实都看好 好 那这个看好的前提是 对获利能力有信心 是 好 这也就要提醒大家 万一 获利能力不如预期的话 它就可能是修正的来源 对 没有错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谨记在心的 现在的假设是 获利能力好 所以股市好 好 然后而且上半年会优于下半年 这是因为基期的关系 对 好 那但我们接下来就要问 那这里面是不是就有产业类别的差别 因为今年以来 哇 那科技股一枝独秀 如果没有跟上科技股的话 其实今年不见得是逃到便宜的 那产业类别的部分 明年如何 其实产业的部分 如果讲 如果真的讲 大概可能到上半年为止的话 真的 就是说 真的科技股 科技股或是一些成长性的题材 它真的是表现非常非常的好 特别是在疫情底下 其实科技股 它也算是相对比较稳的 它变成受惠股 对 但是 但是其实很有趣的事情是 我们在下半年的现象 因为看到说 很多的钱进来 然后市场对于成长的预期增温 就是说甚至 虽然股市多头 股市多头 我们看似它已经走了十几年 但是市场上 现在也有一派说法 是认为说 现在是一个新的循环的开始 看我们怎么去认定它 认为说 现在是这个景气循环的 这个出身段 虽然我们看到这个股市 已经回到前波高点 但是 市场上有一派声音 是认为说 现在是在股市的出身段 那其实在这种 就是说反转向上的环境里面 我们大概就会看到两个现象 一个就是说 一个就是 先前比较落后的这一块 像是这些循环性的产业 或是一些价值比较低的 这一些产业 它的这个反弹速度 会非常非常的快 特别是说 我觉得像 我先前在做 我们自己家里也会做一些 做一些美股周报 然后有时候看到那个 产业的部分 然后就会看到说 这个能源产业 它忽然一个礼拜都是 就是说有时候涨凶的时候 都是用 都是用可能7% 8%的 这些速度在涨 一周涨7% 8%很多 对 那反而就是 反而科技就是 大概就是在那边温温的 但是你就会看到 就是说大概每个礼拜 科技几乎都是涨的 然后能源大概就是 一周涨很多 一周跌很多 或是有的时候 它就会比较波动一些 所以科技股就是 缓步的盘间 而这个能源股 它就变成波动幅度很大 对 那我觉得当然 这个要看市场的气氛 因为现在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说市场的气氛转变得很快 大家可以一下觉得说 我觉得这个 新增的这个病例的 这个人数非常非常高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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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英国要上演 英国要上演 这个 好像要上演真实版的 那个28天毁灭倒数 这样子的这个情节 然后 或是说 可能一天又忽然觉得说 川普盖了这个 川普签了这个 纾困的这个法案 然后疫苗 疫苗在施打得很稳定 大家觉得很开心 其实就是 变成是说 当市场的心情很好的时候 应该说我们简单一点 这个指标 我们会看说 当市场心情很好的时候 那这些 非科技股 这些循环股 它的表现就会比较好 那当市场相对 比较悲观一点点的时候 对疫情悲观的时候 对疫情悲观的时候 或是对成长悲观的时候 那市场就会去追寻 对疫情底下能够受惠的产业 还有 在低成长环境底下 相对比较能够提供 好一点的成长的产业 那就会回到科技上面去 所以就 当然其实这个就会回到 回到一个重点就是 因为市场上的钱还是很多 所以现在的问题点 并不是在于说市场会 市场会不会大跌 而是说如果今天市场 今天市场你手上的标的没有涨 那钱跑到哪里去 它会变得比较像这样的议题 是说如果今天 今天不是科技股涨 那这个钱可能会跑到 那这样子的投资的时候 要怎么去选择 因为明年第一季 如果我们纯粹就说 明年第一季的角度来看的话 哪一些产业 你们相对比较看好 哪一些产业的话 可能就相对保留一些 会有这样的区分吗 我们基本上其实 我们 我们比较会偏向于说 在什么情境底下 那我们会看好哪一些产业 那我们不太敢直接讲说 我们就是看好这个方向 因为看好这个方向 就会变成是 就是前提要清楚 对我们的前提要清楚 那我觉得前 我觉得前提 我觉得前提首先 前提首先有两个 前提第一个是说 先跳脱产业的方向来看 当然我们对于明年的这个展望 还是很 还是很乐观 但是我们最近有观察到一些讯号 我觉得想要跟投资人分享 一个是说不晓得大某留意就是 在资金流向的部分 从11月中以来到现在 我们看到美股这边的这个ETF 跟共同资金的流向 它的这个往上走的幅度是非常非常高 大概其实可能在11月之前 就是说我们很难看到就是 我们很难很难看到 很难看到那个数字 大概跑到差不多60 大概差不多跑到60亿左右 就算非常非常高 但是在11月以后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把每四个礼拜 这样子做移动平均的话 平均单周大概都在80亿左右以上 就80亿左右或是以上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警讯 因为我相信资金流向 很多投资朋友会看 但是其实资金流向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指标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反指标 就是说对 当很多钱流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 大概差不多在比较短期来讲 它可能会是一个过热的讯号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想要 跟投资朋友分享说 虽然我们对明年是非常乐观 但是短期来讲 我们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说短期可能会有一些 不一定很大 但是短期可能会有一些拉回风险 第二个就是讲到产业的部分 那我们会比较推荐说 所谓杠铃式的策略 就是说我这一边也有 我这一边也有 那我在市场上不管走哪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 我找赢家 我在这个情境我也找赢家 那不管是什么情境 我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受惠 OK 所以你的重点是 既然是大方向是OK的 那这个大方向当中 它又可能会产生 在不同的情绪 投资情绪当中 会有两边摇摆的一个现象 那我干脆就压两边 那不要去担压任何一边 你可能在投资心情上 你担压一边也不见得会输 但是你可能投资心情上面 你就会不容易调试 没有错 好那所以这一个 杠铃式的这一个投资的方式 压两头 那杠铃式的两头是哪两头 然后呢 你的比重的那一个情况 是怎么样的处理 杠铃式的话 其实当然我们就是分这个成长型的 就是本来就很强的 还有这些落后补长型的 成长型本来就很强的这一块 其实当然那个最主要的 还是在科技跟健康医疗方面 特别是其实我觉得科技 它应该在整个2021年 或是不要讲2021年 我觉得其实可能未来三年 它都还是会迎迎整个趋势 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产业或多或少 都会跟科技沾上边 而且你可以想象到未来成长型的 任何的这一种需求 大概都需要运用到科技 对你可以想说科技的这些大公司 它表现不一定好 但是科技这个产业 应该应该是不会凋零 因为所有的产业 他们都需要做科技的转型 所以这是其中一块 所以科技医疗生技 对 这是合在一起的 对 这是其中的一边 对 这个占比要拉到多高呢 其实讲占比的话 当然我们 我觉得占比这个是 这个是每个投资人心留一把尺 但是我会讲说 这个占比可能在上半年 可以相对就是说 相对稍微 相对稍微低一些 就像说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投资人 今天投资人习惯的配置是 这两边五五波的话 那上半年在科技这一块 我觉得可以稍微拉低 一些些可能到三到四左右 为什么 是因为如同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说我们认为在上半年的这个 因为基期的这个关系 是因为基期而比较大幅的成长 对 所以基期越低的可能表现会越好 对 我们认为就是说 这些落后的这些标的 在上半年有表现的机会 会比下半年稍微高一些 那等到下半年 其实成长的这个边际的这个幅度 越来越低之后 那这些落后不长的标的 它可能它表现不一定会那么强烈 所以我会建议说如果采杠银式策略的话 上半年可以在这些循环型或是落后型的标的 自己稍微就是以自己个人的偏好来讲 稍微可以增加一点点没关系 那所谓的这些循环型的落后型的主要集中在哪些产业 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比较清楚 我觉得一个比较值得看的产业是在金融业这一块 因为其实金融业它有几个不错优点 一个是当然大家对它的印象可能是不是那么会涨 但是我觉得它几个不错的优点在于说 一个是美国大银行的这个体质还是算相对蛮好的 那美国先前政府有进这个银行发普通股 其实其实我觉得对银行来讲是一件好事 因为代表说叫他们钱不要乱钱不要乱不要乱发 不要乱花 结果他反而在手头留了很多的现金 他反而在手头留了很多钱 另外一个就是说 大家都预期明年的这个殖利率的曲线会走去 会走的比较陡一些 简单来讲就是可能明年之后 市场会预期升息的几率慢慢上升 就是市场对于升息的预期是慢慢走升的 对长天期的利率开始走升 那这个环境对于金融业的获利来讲 是相对比较有利的 好所以呢 杠零式的这个投资策略 然后一边成长型 另外一边落后不长型的 然后这些价值型的可以提供给参考 当然谢谢 我也要 谢谢大家的 请收看咯 待会八点钟我们来看楼兰妮 这样先歡迎 谢谢咯 我们看一下 谢谢咯 这是 叙 予 咯 被 你 姿 气 体